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有些人选择替老板打工 有些人选择自己创业 自己当老板 在创业的背后呢 其实很多的企业家 很多的领导或者是老板们呢 在他们成功的背后 都经历了许多的考验及挫败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请到 知名奶茶品牌陆角巷的CEO黄真伟 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业故事 请看 这些新闻听节目非常开心 请来我们陆角巷的CEO 真伟 真伟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陆角巷的CEO 真伟 哇 最近你很忙 对啊 到处在跑 对 到处跑 跟大家讲一下你在忙什么 基本上我现在我们主要在忙的东西 就是到处去不同的州属 开设更多的新的分行 是 然后还有跟更多的一些合作商家 然后推出一些联名的东西 是 其实当一个老板真的不简单 不容易 特别是创业这一块 然后呢很多东西必须亲力亲为 对 对吧 所以像其实我想很多人会好奇说 像这么年轻的一个CEO 他的过去是怎么样的呢 你在中学的时候 你是属于成绩很好的吗 不会耶 哈 就是属于中规中矩 一般啊 不会很烂也不会很好啦 对 一般啊 听说你大学是念到一半就 就我不念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 其实也没有到一半 其实到微生了 已经接近差不多了 我剩下八个月 我就结束 我就拿到Degree Why 为什么你出学 因为那时候 Are you crazy 很多人都这样讲啊 甚至我的我的家人也 也全部人都反对 他们的很多问号嘛 对不对 就讲 哎 你都剩下八个月啊 干嘛不要去挨过去 我还以为你是念到一半 不想念 不喜欢念书 你是要最后八个月 对 我剩最后八个月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和决定 因为其实我觉得哦 我个人的能力啦 这是个人啊 当然不是叫大家不要读书 哈哈哈 不然等一下我就讲 哎大家不要读书 我个人我 我从以前 我中学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当老板的梦想 哦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哎 文凭是为了赚钱 那如果我自己本身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价值 嗯 不需要靠文凭也可以赚钱 那我为什么要读书 哎 哈哈 好像也对哦 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再加上其实我在中学时期 我就有 我是图书馆里员嘛 嗯 然后我就有在图书馆看到一些比尔盖茨的自传 一些成功人士的自传 我就有去翻阅他们的自传 其实比尔盖茨 其实也没有 也进了大学 过后也辍学 人家也是当上世界首播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 哎其实 个人的思维跟价值 比读出来的更重要 嗯 所以我就运用 那剩下的八个月的时间 我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哦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他的想法啦 对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你也没有后悔过嘛 对不对 不后悔 就坚持到底 我现在还有一张 Diploma 的原因 现在放在家里还没有开过 对也没用到嘛 没用到没用到 其实你在经营陆脚巷之前 你呃也当过补习老师 是 也当过 你做过保险这个行业 可以可以讲一下过去的这个 像补习老师 你为什么会当补习老师那时候 是你很爱分享 很爱把 呃很喜欢sharing 就是把知识 交给小朋友 哎不会 哈哈哈哈哈哈 傻工赚钱 因为当初我去补习的 我去补习 当补习老师 纯粹是为了办公办读 因为我家里是来自于一个 不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 就是一个小康之家 是 那我下面还有我的 呃 妹妹 要读书 还有两个妹妹要读书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不要靠家里人的 不要给家里人成为一个复杂 所以那时候我就 自己去一般做补习老师 然后一般去读大学 哦 对 所以你是在念大学的时候 就办公办读 对办公办读 所以你大学过后 你就说像你说 辍学过后最后八个月嘛 出来之后你是 投入在保险业吗 我在保险业 我就是 因为其实那时候 呃 遇到一些事情 为什么 就是我弟弟 我弟弟在车祸去世 啊 在2012年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 我就是因为我人生的一个 转捩点 我就觉得 因为我本身我在马六甲教书的 然后我的 宫套是在 不来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 我就想要辞职回来家里面 顾着家里 所以就是那一个机缘桥 我跟那个 转捩点 告诉我 我弟弟是保险的收益人嘛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保险其实真的可以帮助人 是 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进入到保险的行业 嗯 也因为 呃 我弟弟的这个事情 让我去跟我的朋友做分享的时候 呃 大家都能够感同身受 嗯 因为年轻人都不喜欢买保险 是 对 可是就是因为我弟弟这个案子 所以变成大家都愿意聆听我所讲的东西 所以我也在保险行业做到非常好的成绩 其实你在保险业的时候 呃 你还是没有放弃你要当老板的那个 目标和目标 对 那时候其实我在做保险行业 第一年我是富汤 然后第二年过后 我赚了一些钱 我就开始做生意了 嗯 我其实 before 鹿脚巷之前 我还有做过别的生意 比如说 我有做过 杂志社 哎呀 我有出版过杂志 啊对 然后其实你一直有一个开咖啡馆的梦想 有 那结果咖啡馆搞一搞 搞到今天变鹿脚巷 讲一下这个故事很神奇 很神奇对不对 咖啡馆嘛 鹿脚巷又不是主打咖啡嘛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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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相信每个年轻人 他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讲他开一间cafe 然后享受在里面泡咖啡那种感觉 所以我也是 所以可是那时候当我想要 呃 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发现到哦 他就很像现在的奶茶叶 一条街十几间 嗯 然后十几间咖啡馆 然后形形色色 各式各样的咖啡都有 然后我 再加上 我当时我也不会泡咖啡 所以我想我怎么样跟他们竞争 在以期我自己去创到半死 倒不如我去外国哪个成功的模式进来 然后直接复制成功 哦 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突发奇想 所以那时候我就上google ok去search 台湾最夯饮料 台湾最潮饮料 嗯 哎出来我就看到哎 原来有鹿脚像那两瓶 我们之前有一个很美的饮料 叫北极光跟晨熙 嗯 就是因为那两瓶吸引到我 跟我的partner 那时候我有一个我的女生的partner ok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跟我的partner 就研究这个品牌 哎怎么样不一样 然后再跟他的创办人 开始就在马来西亚跟台湾这样两地这样做交流 嗯嗯 然后像你那时候几岁啊 25 25 25岁 然后25岁以创业来说 特别是以这个年龄要去跟一家企业 Franchise 去谈Franchise 对对对 谈总代 应该 应该有遇到不少的困难吧 会不会因为你太年轻 人家 不相信你 其实那时候我们 除了我们以外 还有另外两组人 也要跟我们竞争 要拿鹿脚像 是 所以就通过我们打听到 原来有人要拿鹿脚像 我跟我的partner就决定了 下个星期就买下个星期的飞机靠 直接带着Divocit 直接带着钱 直接飞去台湾跟他签约 哦 所以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动作 这个举动 让台湾的人认为我们是很认真想要发展这个事业 也很有诚意 很有诚意 因为连水都没喝过 连饮料 连鹿脚像任何饮料都没喝过 就带着钱过去了 哇你真的有种耶 我这样讲每个人觉得神经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你觉得第一笔投资的钱是 可以告诉大家投资多少钱吗 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从哪种带进来马来西亚 到开第一家店 基本上我们用了将近一百多万 一百万 对 这个都是你们合伙人之间的资金 资金 对 因为像我跟我的partner 我们两个嘛 年轻人哪里可能会有这么多钱 因为我在讲我的家人又是小 那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就好了 重点就在这 对 要创业的朋友听好了 钱从哪里来 我这样子讲了 你们会更觉得更夸张一件事情 就是我跟我的partner 其实当时是把我们的积蓄 所有的积蓄 带过去台湾 签了给了他一个deposit 回来过后 我们还有800千 我们没有签了 我们在45天里面要还回给台湾这笔钱 所以你签约之后 你还需要再付他balance的800千吗 对 哦 然后我只有45天的时间 要去找这笔钱 所以我就用那一 我就拼命狂找人 你认识也好 不认识也好 只要你有钱你就出来 哇真的哦 真的 因为那时候我不懂craftfunding 我不懂原来有craftfunding这种东西 可以raise funds 我也不知道 我纯粹只是 你是我亲戚 你是我朋友 你是我朋友的朋友 有钱人 你出来我跟你share it 我跟我的partner 就每一天最少见三四个人 所以就不断的告诉他们你的这个计划 理念啊 对理念 可是当初被拒绝太多 我超过70次 我找到70主人都被拒绝 哇 对因为每个人都觉得奶茶哪里还可以做 已经下坡了嘛 到train 那时候 16年的时候 已经下坡 没有人要开奶茶店了 开一间包死了 每个人这样子有一个概念 对 所以因为那时候咖啡盛行嘛 所以奶茶就下了 所以我就想 哎我们不是卖奶茶 我一直告诉他们 我们鹿角这样的概念 我们是打造美学 打造时尚 他想 卖奶茶就卖奶茶 哈哈哈 不要讲这样多了 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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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可是就到过后 我就有一个我的恩人 我的恩人就出现了 他就讲 哎我同意你这个东西 好我投资你钱 然后就把他investor一起带进来 所以就真的在最后一个星期 把这块东西完成了 哇 这不简单啊 真的是 就是把钱丢过去 对 然后回来我就没劝了 哈哈哈 还要去找钱 那时候我现在想不到 我也觉得好疯狂 是的 是的 所以像你这么年轻 然后再开始经营马来西亚的鹿角巷 从第一间在星山的Mostin 对不对 然后再开拓到其他的分店 其实今天中啊 你觉得最困难的经营模式是在哪里 最困难是 经营上面的模式还是在人事上面的管理 对于我来说嘛 因为我想要打造的就是一个人才模式 就是所谓的 人事对我来讲是最困难的 因为硬体设备基本上是死的 对 可是人啊每一天都有问题 是 你单单每天处理一个人的问题 你就处理不完了 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创造一个体系 一个人才培训的体系 然后让鹿角巷 每个人都想要来鹿角巷工作 让我们的力资力向到最低 所以你只要就让你们所谓的小伙伴 你们的工作人员 大家能够有很强的一个凝聚力 这个是在于培训吗 对 对 其实基本上在一进来 要来工作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 我们也不叫我们的员工叫员工 我们叫他们小伙伴 那在我们小伙伴 我希望每一个小伙伴进来 他都可以学到东西 OK 那我就是 以前都是我interview的嘛 过去两年都是我在interview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 你们进来不是来工作的 你们进来是来学习 学习怎么样做生意 学习怎么样去做沟通 学习怎么样搞团队 这个都是我一直在讲的东西 所以除了这一块以外 当让我的小伙伴 每个进来就觉得 哎 路脚巷不可以随随便便 路脚巷一定要很专心很专业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开始进来 而且由CEO来interview你 你会更重视 是 这一块东西 所以让他们无形中 有了一个更强的一个使命感 一个归属感 对 再加上我们也给了一个很好的福利 一个很好的福利 比如说你做满一年 每一年我们都希望带你去不同的国家去旅行 带你去看世界 然后你不需要出钱了 只要你做满一年以上 我们每一年都带你去不同的国家 像2018年我们去了台湾 2019年刚刚我才从越南回来 对就带我们的伙伴一起去玩 是 所以不利不错 对 如果说路脚巷 还有要征聘员工的话 哎 年轻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请点击以下方 哈哈哈 OK 那我想呢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听到真伟啊 跟我们分享很多 呃 大家可能觉得很疯狂的一些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鼓励 可能在看节目的年轻朋友 大家可以 呃 想创业的话 啊 可以多学习 然后多看看别人的模式 成功 这种并不是必然的啊 但是它必须有很多的这个冲劲 很多的努力 很多的呃 独特的一些想法 所谓的 Outstanding Out of the box 你一定要有差异化 我觉得 是是要差异化 对做一个做一个企业 你要成功 你一定要有差异化 像路脚巷会之所以这么成功 是因为我们一进来马来西亚 就打造了非常大的差异化 想要创业的朋友 跟一些观众 OK想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说 其实创业这条路很不好走 啊因为这条路很孤独 嗯 然后呢那 除了孤独以外 你还愿意放弃什么东西 就是你为了创业 你为了要你要成功 你愿意放弃什么 啊 你必须牺牲很多东西 对你必须牺牲很多东西 对你必须牺牲很多东西 因为 你你你你没有时间陪家人啊 因为你是到处跑 现在到处跑 没有时间陪家人啊 可是是为了要事业要成功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问问自己 我愿意为了成功 我愿意放弃什么东西 然后 当你遇到了一些问题 在我过去 你问我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 有没有遇到一些很难过的一个卡 其实都有的 只是在这段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句话想送给大家 就是说 呃 所有的事情都只是一个过程 过了就成 哦 对过了就成 成了你才有故事在台上跟大家分享 嗯嗯 所以这句话是一直在提醒着我 所以当我遇到很多事情过不去的时候 我其实是一直在想回这些话 就觉得哎 其实只是一个过程啊 我解决了问题 然后过了 哎我又成长了 是 然后我又有经验了 嗯 对 好相信啊在看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路迷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位难得上节目 可以不可以送一些礼物好康给你的路迷们 或者是给我的观众朋友 可以 可以送什么呢 嗯 我们送礼券吧 礼券 好价值多少钱的礼券 我们送三十块好不好 好价值三十块钱的礼券 总共有几份 十份 十份 好有十份三十块钱的礼券要送 要怎么样来迎娶呢很简单 首先呢你必须like我的page咯 这是一定要的嘛 like我的page ok 然后呢分享这个视频哦 分享这个视频 然后再type两个朋友 你就有机会被选中 然后我们把礼券送给你 是 好啦 谢谢周围 谢谢 拜拜